你好,我是董正宗 在這邊很快的教你 如果你手上已經有現有的顧客 或者是潛在顧客的手機號碼的話 你要怎麼手動的 把你的顧客或潛在顧客的資料 或手機匯入到簡訊超人的系統 目前來講你可以來到 登錄之後來到Contact 就聯絡人這邊 這邊會列出所有你的聯絡人 在右上角這邊有一個action 行動這邊有一個叫新增content 就新增聯絡人 所以你點擊之後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把這個聯絡人新增到 是哪一個小工具 就是哪一個網站 原則上一個網站你就新增一個小工具 來收集簡訊名單 選好之後你就可以在這邊手動的輸入 如果他是台灣或全世界各地 你就選他的國碼 然後再輸入他的手機號碼 然後如果你有他的姓名或Email 你也可以一併輸入 但原則上呢 重點是輸入他的手機號碼 這樣子然後就按新增 這樣子他只要就會新增了 那目前為止呢 我們沒有大量匯入的這個功能 沒有辦法讓你一次大量匯入 很多的就是就是那個聯絡人 所以你第一種方法是直接就是 就是一個一個手動的匯 那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其實就是 你呢其實是可以到到你自己的網站上 然後呢替對方去訂閱 替對方去訂閱 那這種方式會有一個好處 我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舉例來講 例如說我現在在這個網頁上 然後呢這邊點這個訂閱簡訊通知 你可以來到你自己的網站上 然後呢但是輸入的是他的手機號碼 這時候呢因為呢如果你是從這個表單來訂閱的話 附帶體這個表單在手機上跟桌機上都是可以顯示的 都會在右上角出現 就是看你設定的位置 但是他都會彈出來 那你如果呢有設定說呢 要系統啊自動回覆給他 例如說你回覆給他一個贈品 或者是回覆給他說感謝訂閱 然後呢那我們呢 請點擊這裡加入我們的LINE LINE AT的生活圈的好友 或者是點擊這裡下載你的贈品 你就可以附上一個說網址的一個連結 然後呢直接呢放在 就是你 你這個其實是在這邊設定 這個訊息 就讓你看一下 就在這邊 reply with 就是回 就是這一串的訊息呢 你可以先客製化好 所以呢如果你把名單呢一筆一筆 請公讀生也好 自己一筆一筆把它 手動填上去 複製貼上 就裹碼這邊要 每次要自己選886 然後呢那 台灣的話是886嘛 然後呢填上去之後呢 這樣會有一個好處 就是每一則呢 你剛輸入進去的手機門號的 那個使用者 他會馬上收到一封簡訊 用這種方式你當然就是要付 一則手一則簡訊費嘛 然後但是好處是說 你可以 有立即去行銷他的一次機會 好這是一種方式 好那 如果呢你不想要手動這樣子 一個一個輸入齁 那 呃呃不想用剛剛那種方式 你就是來到這個聯絡人這邊齁 也是要一個一個輸入齁 那用這種方式輸入他就 呃應該就不會收到 就是任何的簡訊通知齁 那這個就是你要怎麼去新增 那一旦呢 你 你在你的網站上呢 所有匯進去齁 或收集的這些簡訊名單呢 你是可以把它匯出來 好這裡有一個 呃 選項叫Export to CSV File 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匯出成一個 CSV的檔案格式 好那這個匯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隨時的去備份齁 我們建議你呢 強烈建議你齁 因為 呃任何軟體都可能會有一些小小風險齁 不管你使用什麼軟體 我們有時候也許不小心被駭客入侵都有可能齁 所以呢 我建議你呢 不定期呢 你就要來這邊齁 把你的資料備份出來齁 預防萬一 然後把它儲存好 OK 這次的教學到這裡 我們下次教學再見 拜拜